这些就是trigger了的车牌,这边有清楚显示,当你trigger了的车牌够几多点 前的几 so,我要retreat playback smart search and PR 这边,因为我是17,我就选17 过后我就选即时 so,smart search 这些全部是trigger了的车牌 so,当你觉得你要这个 so,其实这个是晚上的,我找早上的 这个是全部早上 so,这个就是 其实,因为如果车太快,我就需要每一frame 每一frame I play back so,会很清楚看到它的车牌 so 比如说这个是蛮准确 so,你要play back so,BAD2485,来我们看,对不对 so,其实是很准确的 so,其实是很准确的 so,其实它要准确度它的那个炸的那个角度是要装到很对很正确,它才能准 so,其实它要准确度它的那个炸的那个角度是要装到很对很正确,它才能准 so,你可以放也是一样,你可以放车牌 so,你只是找W的车牌来play back so,你只是找W的车牌来play back 就是W的车牌 ok,看到准吗 so,是准的 它甚至颜色 ok so,这个就没有显示logo 如果有些,它就会 你看比如说MASTA 可以显示MASTA ok so,第二样我们可以做的是 Event so,我可以import我的,比如说车牌 这个是,它要做White List还是Black List ok so,我显示车牌 so,这个是White List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是Black List Black List so,Black List的名单是这个 Black List的名单是这个 so,比如说 Black List的名单 一trigger了过后 你要trigger到Alarm Out 比如说Alarm Out 我们是借着你的Barrier 它,比如说 通常啦 White List才会trigger到Barrier Black List我不会 因为比如说 Alarm 那个 Alarm so,平时如果 In White List Alarm就会开了 那个Barrier 开掉 so,这些全部我都可以做啦 so,基本上 大致上要的东西都可以做 White List,Black List 黑名单 过后 收索车牌 在Recorder 在你的Client 的Software也是可以 ok